马太福音22章37到39节 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放 就是要爱人如己 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原文是要用你全部的心 全部的魂 全部的心思 爱主你的神 意思就是说 整个人全生命的 灌注的来爱神 在这种三重的说法 是表示强调的意思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而且是最大的 原文直译是 这是最大的 也是首先的诫命 其次也相放 就是要爱人如己 其次也相放 原文是第二的 是与他相似的 爱人如己 他包含了十戒的后六条 也是第二条最大的诫命 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 一切道理的总纲 这句话直接翻译 就是全部律法和先知 都细于这两条诫命上 所以耶稣在这段经文 指出 整个旧约圣经的总纲 归纳起来就是两条诫命 就是要竭尽全人的 去爱神和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 这两条诫命其实是彼此相连 息息相关的 在约翰福音21章 记载了耶稣与彼得的对话 耶稣三次问彼得 你爱我吗 而且三次重复的嘱咐彼得 你喂养我的养 显然耶稣把爱主和爱养 连在一起 使徒约翰也说 人若说我爱神 却恨他的弟兄 就是说谎的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 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